美国总统拜登4月15日签署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行政命令 宣布制裁俄罗斯32个实体及个人 同时驱逐10名在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官 其中包括俄罗斯情报官员 财政部已发布禁令从6月14日起 美国金融机构将被禁止直接从俄中央银行 俄罗斯财政部以及国家福利基金购买债券 以反击俄罗斯干扰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及进行恶意网络攻击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立即表示 俄方将会坚决回击美方的挑衅行为 对制裁的反击将是不可避免的 俄方认为美方行径不可接受 其违背美方所宣称的与俄罗斯建立务实关系的意愿 并对俄美双边关系造成新的严重打击 对于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核废水排放入海的决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推文表示 感谢日方在决定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问题上 所做出的显而易见的努力 然而另一边 美国则因放射性核素污染 指示相关部门应对日本产品进行扣留 则无需进行物理检查 FDA3月份再次修订了其9933进口警示 FDA强调 由于与辐射和核污染有关的公共卫生问题 FDA已加强对日本管制产品的监视 据FDA公告 涉及的日本食品包括牛奶 黄油 甘奶制品 鱼 海胆 格力等海洋生物制品 肉 肉制品和家禽 蔬菜 柑橘 右类水果等 涉及青森线 福岛线 工程线 长野线 栗木线等多地 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·伯拉表示 人们可能需要在接种疫苗后12个月内注射第三剂新冠疫苗 而且人们可能需要每年接种冠状病毒疫苗 他的这一看法是在4月1日被记录 15日被公开 辉瑞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其新冠疫苗在预防新冠的有效性超过91% 在第二次注射后的6个月内 对严重疾病的有效性超过95% 莫德纳的疫苗使用了与辉瑞公司类似的技术 在6个月时也被证明是高效的 莫德纳首席执行官Stephanie Bessel 14日表示 该公司希望在秋季推出两剂疫苗的增强疫苗 英国白金汉宫4月15日表示 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上 参加人员从原计划出席的800人缩减为30位佳人 此外 因为年龄过小 不适合在电视直播中出现 包括夏洛特公主和乔治王子在内的王室 崇孙贝成员不会出席葬礼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将于当地时间 4月17日下午在温莎城堡内举行 针对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14日表示 日本应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在同各例与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调并达成一致之前 日本不得擅自启动排海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日方决定无视生态环境完全是不正义的 日本处理核废水 不应让全世界买单 中方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